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老老实实地被关在病房里 在病房里的时候 他看到有鬼影闪过 并且很快地在洗澡的时候遇到了女鬼的攻击 十分害怕的克里斯汀告诉人们这里有鬼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 还强制给他进行了精神病的治疗 本来以为事情就可以结束 结果眼睛妹告诉大家自己的精神病快要好了 要离开这里了 但是很快地眼睛妹被女鬼给抓走了 为了寻找眼睛妹大家一起来到了地下室 但是他们却纷纷遭遇了女鬼 克里斯汀的运气很好 他只是被吓晕了 但是其他的同伴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倒霉的就被抓走杀死 克里斯汀醒来后觉得很不对劲 询问剩下的两个女孩 女孩们无奈下只能承认说 这个女鬼其实就是爱丽丝 是之前在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之前总是欺负她们 所以她们四个便合伙把她杀死了 于是爱丽丝变化身成了厉鬼 现在是要报复她们 女孩们想要反抗却被女鬼一依杀死 最后只剩下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在逃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正好有她的病例档案 这时她才惊觉地发现 原来爱丽丝患有精神分裂 而且精神病院里看到的四个女孩 包括自己都是爱丽丝分裂出来的人格 可是这时候女鬼也出现了 抓住了克里斯汀 两个人从窗户上跌了下去 就这样爱丽丝的主人格 也终于打败了其他人格 苏醒了过来 但是电影的最后 当爱丽丝看着镜子的时候 克里斯汀又出现了 留给了我们一丝悬念 这部电影虽然讲述了人格的分裂 但是也在叙述着 当人受到害怕的时候 精神有多么的脆弱 爱丽丝因为童年受到的伤害 所以精神分裂成了许多人格 替她来一同承担内心的痛苦 而电影的最后 克里斯汀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是人格 但也不甘于就这样被抹杀 谁输谁赢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见精神折磨的纠缠不休 比肉体折磨要可怕得多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